大家好,给大家看看这个 他当时说 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 那么在乌克兰还没有加入北约之前 俄罗斯99.999%一定会发动对乌克兰的军事入侵 这是他表达的第一点 第二点 他说 俄罗斯不是要跟北约作战 而一定是要把乌克兰变成 让北约不感兴趣的地方 让乌克兰变成一片碎须 然后记者问他 俄罗斯会怎么样对待乌克兰 他也描述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大致的轮廓 一个是要从四个方向入侵乌克兰 然后呢 要围困乌克兰的首都 拿下这些大的城市 然后呢 争取让这个乌东地区不利 另外呢 要破坏乌克兰的基础设施 说的非常具体 非常详细 而且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如果我们选择加入北约 那么俄罗斯一定会摧毁乌克兰 要让乌克兰变成废墟 但是如果 我们不加入北约 那么我们最多10到12年之后 乌克兰将完全被俄罗斯接管 这个视频应该 大家还应该有印象 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真的是 看完这个视频 我是非常震惊的 为什么呢 他对于俄罗斯人的了解 到这个程度 对乌克兰目前的局势的发展 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 他很显然啊 可以肯定 当时乌克兰政府 包括直到现在 包括这场战争发生之前 乌克兰政府非常清楚的知道 他想加入北约的后果是什么 绝不是我们的某些这个媒体炒作的 说他乌克兰不知道这个情况 不了解这个时事开始弄火玩啊 这是完全撤淡 我们足以认定 乌克兰政府非常清楚 他加入北约将导致实际上的后果 也非常清楚 俄罗斯会什么样的反应 甚至于俄罗斯准确的反应的步骤和途径都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乌克兰才做足了军事斗争的准备 在他现有的力量的基础上 最大化的做足了准备 才导致了俄军今天这种陷入苦战泥潭的局面 这是我的一个感想 还有另外一个感想 既然乌克兰非常清楚 如果他想加入北约 俄罗斯一定会动手 一定甚至于用那个顾问的说 要把乌克兰变成废墟 事实上现在战争打到现在 乌克兰很多地方 你看一看马里乌波尔 那就是一片废墟嘛 非常生动的正常之点 既然他知道这样 为什么乌克兰还要执意的要加入北约 是乌克兰傻吗 绝不傻 乌克兰非常聪明 因为他们明白 两害相权取其亲 如果乌克兰不加入北约 面对的只有一个命运 就是不得不被俄罗斯接管 乌克兰将失去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和民族的一个希望 所以在投向西方的怀抱 还是被俄罗斯接管之间 乌克兰宁愿选择 自己的国土遭到战争的蹂躏 哪怕变成一片废墟 也绝不接受被俄国托管的命运 显然在他看来 被俄国人接管 这样的一种代价 和恐怖要远远高于 被炸成一片废墟 因为被炸成废墟至少 他以后还能重建 还有机会重新起来 但如果被俄国接管 他就再也起不来了 这是我对这个视频的另一个思考 为什么俄罗斯这么引起周边国家的恐惧呢 你仔细想一想 俄罗斯周边的这些国家 有哪一个国家是不害怕俄罗斯 哪一个国家是不想远离俄罗斯的 好像没有 波罗地海三国 波兰 乌克兰 都一样 俄罗斯人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 而差不多同时 我还看到过另一个视频 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我的疑惑 就是在一个俄罗斯的一个高级场合的一个聚会上 有一个俄罗斯小女孩 有人问她 说你觉得这个俄罗斯的国家边界的终点在哪里 这个小女孩呢 好像有一点地理常识 她说终点好像是在这个 跟美国就是隔着海峡相望那个白脸海峡那 其实回答的很准 那确实就是俄罗斯的那个 这个远东地区和这个 美国阿拉斯加之间的那个白脸海峡嘛 那个交接点 但是这个时候 普京上去了 他老这小女孩说了这样一句话 俄罗斯的国界 没有终点 这句话 听着是让人急被发凉的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还有存在没有终点的国界吗 那么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 我能够拿到多少土地 哪里的土地就是我的界限和国界 现有的国界 都是不固定 实力论许我走多远 我就走多远 那么请问国际法在哪里 国际准则在哪里 这是二十一世纪 我们应该听到的 或者应该说出来的话 听这种话你会感到这好像我们是在一战之前的状态 靠武力 靠强力改变国性 那么说出这样的话 难怪别人不去惧怕你 做一个让人惧怕的人 很荣耀吗 我不觉得 我觉得很可耻 应该让你应该做一个让别人喜欢的人 让别人愿意接近的人 愿意愿意做一个让别人喜欢和你沟通的人 而不是一个让别人看到你就退避三手 就胆战心惊的人 生怕哪一天你把别人给传害到 避之唯恐不及 这不最近 卢干斯克那个领导人 乌东地区的卢干斯克领导人 他不就已经表示了吗 要在近期举行 让卢干斯克加入俄联邦的公投 多么熟悉的节奏 和我之前预料的一模一样 克里米亚模式 先公投独立 再公投入俄 如法炮制 对对对对 这种把戏 谁会相信 他是真正的代表民意 但是这些 这种郑重的 无可辩驳的证明了 俄罗斯在侵吞别人国家的领土 活生生的发生在 21世纪的今天 知解乌克兰 而包括克里米亚 包括乌东地区 卢干斯克 顿尼茨克 都是现在国际法公认的 乌克兰领土 就是我们中国现在出版的 正式官方认可的世界地图 你去看看 克里米亚半岛在哪里 在乌克兰 卢干斯克在哪里 顿尼茨克在哪里 都在乌克兰境内 但这就不难解释 为什么乌克兰人 宁为废墟 不予强额的这样一种选择 因为他们已经触碰到了自由 就不甘再为奴隶了 就是我的 快想拥抱每一种生活 这老哥说的好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对吧 两害相权 则其轻 两利相权 则其重 乌克兰人 为了自己的民族的独立 自由 不被人家奴役 不被人家并吞 所做出的努力 都是值得我们称道的 全世界都应该支持乌克兰 普京都说了 他的疆界没有终点 可怕吧